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臺灣行升級為政治角力 連美國政壇大佬都跳出來 對嗆中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報道 裴洛西已邀請兩黨人士同行訪台計畫 似乎勢在必行 我們確實有看到 在台灣和其他違反地 在印度洛西 但裴洛西還沒真的跨越 紅線路透社記者就先採線 今天台灣總統蔡英文 記者會上的敏感字眼 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氣到跳腳 台灣沒有什麼總統 請你以後提問 注意你的措辭 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 更再次發文加碼狠嗆 佩洛西訪台會讓派戰機飛越 台灣島更加師出有名 不忘恫嚇有可能讓台海全面戰爭 提前到來 一旦中美發生海上衝突 美國航母編隊將被消滅 中國官媒夏馬威 幾經宣戰恐嚇 美一掌親訪未定 中美早已各自叫板 也肯定成為拜登 與習近平的通話焦點 三地新聞 陳思維報導 進步 聯繫 調查 螢幕 螢幕 〔 Π 螢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